有位老兄啊 他自己喜欢开这个丰田霸道汽车 所以呢 他决定要给自己把名字改掉 改名叫刘霸道 这个人很厉害 但是呢 这个改名申请到了派出所以后呢 被人家驳回了 这个是不可以的 不能改 所以他又去起诉 他不服啊 我叫霸道不行吗 因为霸道是一个汽车的名字 那汽车可以叫霸道 我为什么不能叫霸道呢 所以他就非要叫这个霸道 到了法院 法院根据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呢 这个不能够有损工序良俗 依据此例呢 那就不允许他改名字叫霸道 所以霸道这个名字被驳回 其实霸道并不是注册商标名 丰田霸道只是约定俗成 以前说叫霸道 其实他的名字后来真正的商品名叫普拉多 所以这个普拉多呢 也曾经因为用霸道这个名字呢 做了这个有损中华民族的这个广告 备受批评 所以这一段历史不知道这位先生 有没有去了解过 否则他怎么会起名字叫霸道呢 其实霸道这个广告啊 霸道这个名字是非常不好的 那不管从任何角度来讲 你都不应该起这样的名字 所以很多网友呢 就批评这位先生 说你那为什么应该改名叫刘普拉多 或者就叫刘拉多 就拉多了 是吧 所以很多人对这个名字呢 也开始开上了很多的好玩的玩笑 确实起个名字不容易 你看有人叫支付宝 这也不知道当初怎么起的 就起的这么巧 名字就跟现在的这个 最流行的支付工具同名呢 还起到广告的作用 所以这个起名字呢 当然要注意 不要伤害到别人 当然这个生活当中 还是难免有各种各样的 不太称心的名字 或者说叫不出口的名字 你周围有没有什么人的名字 觉得挺奇怪的呢 欢迎在我们的这个留言当中呢 告诉我 你看看有什么不太好的名字 就在你的身边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